在台灣上次看完王節罷免的活動之後 在附近博爾藝術區有一個關於抗爭的展覽 裡面有一塊40米長的黑色布 上面又寫上不同日子 不同抗爭日子的日期 11月18號是我最深刻印象 詳情又不多說了 7月1號、7月21號和8月31號 大家有沒有感想和感受呢? 大家有沒有在哪一天 和哪一刻留下腳毛 有深刻印象和參與呢? 這塊布40米長 如果你要一邊走一邊看 都需要一些時間 這條影片是因為知道大家 都來不了台灣 所以我就拍片和大家去觀賞一下這個展覽 另外一邊的位置就是相展 相展裡面有包括台灣和香港抗爭的一些相集 台灣有幾百合運動和太陽花運動的相集 香港那邊就有反送中的相集 這樣 現場還會展出一些藝術品 這些雕刻像 還有 現場是有Projector去做一個藝術裝置 就是 同時播出 香港和台灣的抗爭照片 就做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這樣 現場就掛出一個藝術裝置 就掛上很多黃絲帶上面 但是大家近看呢 上面是寫了很多 鼓勵的說話 那 現場 展覽還展出很多 那時候 反送中的一些海報設計 那我們 慢慢細心欣賞一下 哪一幅畫 你最深刻印象 哪一幅圖 你覺得 打動你的 人心呢 還有 掛出了一個 旗幟 是有不少的 學生 大學生 以及高雄市民 都有 進來看 甚至有小朋友 帶媽媽進來看 那這個 這個就是 黃與外的 一個 標數 那 現場有一個圖書角 上面放了很多 台灣和香港抗爭的書本 那 那 我就比較喜歡 看 相集 放了很多相集 那 這個展覽呢 就去到 今年的 3月14日 如果大家 在台灣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 高雄的博弈藝術 特區P3展館去看看